此一句佛号即是摄像 即是法界全体 即是诸法平等体现 但念念相及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古约得平等主 这是戒归道 尽宗法门 念佛功夫上 我们看到 现在有没有呢 有 我相信不少人 这样的人往往为大众忽略了 没放在眼睛里 哪些人 老太婆 老阿公 你看他一千道晚 拿着念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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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管问他什么 他回答你就是阿弥陀佛 他也没有是 他也没有非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统统是阿弥陀佛 往生的时候 欲知识之 锐向西 为什么 他诸平等主啊 试出试尽 一切法 就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也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可是你要是碰到他的时候 你看到他还在念阿弥陀佛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表法 那是教你的 自己已经成就了 那种 唯一有则 他教你这个秘诀 这个秘密的方法 就能在一生当中 圆满成佛 你要不相信 又想学这个 又想学那个 那就是大臣经上所说的 你跟佛没有缘 佛不多 无缘之人 你的缘没成熟 没成熟的人很危险 为什么呢 怕多伤不倒 还得继续搞六大轮回 那叫天长地久 不知道哪一生 哪一劫 你才能出得了人头来 你为什么不肯放下 你为什么不肯放下 那然后你现在 使用佛不分 不肯放下 你把它打开